原标题 15日也就是在内战结束不久时被暗杀 林肯以他在美国内战期间的领导能力 以及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闻名 他击败了分裂势力 废除了奴隶制度 在理论上实现了不分种族 不分人种 人人平等 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十个冷知识 尽管林肯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 但林肯却没有任何学位 因为家里比较贫穷 他只上过很短时间的学 总共只有一年左右 其他时间都忙于各种杂工帮助家里维系生活 25岁之后 他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土地测量员 再之后 他通过自学成为了一名律师 在当时的美国 人们普遍认为 律师是个不值得被信任的职业 但林肯的测量员职业 经常帮助人解决土地纠纷 同时 他也连任三届伊利诺伊州议员 他这个律师在诚实 公平方面的口碑 远远强过一般人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截止目前唯一一个 拥有专利的总统 他在担任总统的十一年前 发明了一种帮助船只解决搁浅问题的装置 展开全文林肯 在1842年11月4日 与肯塔基州列特星敦的玛丽托德结婚 但玛丽托德是南方一名银行家的女儿 她的良界就有奴隶 在南北战争期间 她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在联邦军队中服役 而她本人也十分同情南方军队 严格意义上说 林肯不能算是纯粹的废奴主义者 他首先是位联邦统义者 1860年 在她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 她就明确地表示 她没有合法权利 能够干涉目前国家存在的奴隶制度 对法律的严格遵守 与她从事的律师行业有关 但林肯最终找到了办法 她长期与废奴主义者结盟 并于1863年1月1日颁布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从法律上解放了大约300万奴隶 从而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 然而林肯在内战中的主要目的 是维护美国统一 当时北方和南方其实都有废奴主义者 也都有奴隶制的支持者 以及中立人群 而引发内战的 其实是南方的分裂主义者 而林肯进战 也是针对分裂而非奴隶 直到北方无法取胜 他才思考 如何能获得更多农民支持 解放奴隶是其中的宗教手段 爱看美剧的朋友一定亲说过 美国特勤局 都是绝顶高手 保护总统那是万无一失 林肯时难道没有特勤局吗 哎 在林肯被刺杀的当晚 关于建立美国特勤局的方案 就放在总统办公桌上 林肯在4月被暗杀 而特勤局则在两个月后的6月成立 没有特勤局保镖总有吧 当然有 问题是暗杀时总统的保安人员约翰·哈克 并不在他的岗位上 林肯在 福特剧院观看戏 他在中场休息期间 据说去了隔壁的沙龙 事实上 在刺杀当时没人知道他在哪 就在林肯被暗杀前不久 他的儿子罗伯特 林肯在铁轨上摔倒了 这时候 火车就要从车站开出 非常危险 但他被当时的著名演员 埃德温布斯所救 只要是贫选美国的好总统 无论何时 林肯总是会被排在前三名之中 通常和他相伴的 都是华盛顿和罗斯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